我覺得隨身攜帶一支按摩槍其實也蠻方便 像我們的隊員 休息的時候就在旁邊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子 邱生意 今天呢我要來介紹我的背包 那以往呢通常都是介紹日常用的背包 但這一次呢 L round 所以我來介紹的是 我運動時候會攜帶的包包裡面有什麼呢 驚喜 感覺到處都是驚喜 好 第一項是我的水壺 就是必備的水壺 跟毛巾 這兩樣呢真的是我運動必備的 然後這一次L round也有出 限定的水壺跟毛巾 只要報名就會獲得喔 再來我會有一個 彈力帶 彈力帶就是我暖身的時候可以運用到的 不管是拉筋啊 然後 背後啊 我覺得彈力帶也是蠻實用的運動的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呢 然後呢之前我在運動會的時候有 傷到我的腳踝 所以這一次呢 接下來的運動賽事 我都有買一個非常棒的護具是護牌 也要再溫馨提醒一下大家 在運動的時候一定要暖身做足 然後還有護膝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運動啊 用到膝蓋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呢 我不管是做任何的運動都會帶上我的護膝 那護膝呢有這種就是固定的 那也有是我們之前有打排球啊 或巧克力球需要這種 厚的 厚的護膝 真的很多耶 真的很多 那個配備 喔還有這個就是 介紹一下就是 很重要的那個 墨鏡 就是你在戶外 不管是打棒球或者是跑步 太陽很大的時候就會有一種 可以戴這種戶外式的運動 墨鏡 真的是我平常用的不是什麼業配贊助 還有護腕 我打球的時候會蠻習慣帶那個護腕 一方面這個護腕是可以增加穩定度 一方面是流汗的時候就是直接這樣子擦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自己品牌出的按摩槍 完全新的 我想說 想說 喔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很多的筋膜槍都是非常實用的 就是比如說你在運動後的小放鬆啊 而且這有壓力感車喔 就是你壓到對的地方它會加速震 我覺得隨身攜帶一直按摩槍其實也蠻方便 像我們的隊員 比如說 啊休息的時候就在旁邊這樣子 震一下按一下 對 筋膜槍也是非常實用 喔還有另外一個習慣是 運動會常流汗嘛 然後我會多帶一件 內搭的衣服去做替換 比如說我今天回去的時候 我因為我不太喜歡身體很黏 所以我會多帶一件 換洗衣服 今天比如說我在運動完之後 流很多汗的時候 我就會去廁所換一件乾淨的衣服回家 還有 口罩啊 口罩必備的 就是有時候 運動流汗啊 你的口罩也會 也會濕掉 就會戴一個口罩 好 平安服 運動的時候 比較受傷 你的隊經理果果送給我們隊員每一個人的 然後還有這個巧克球的鑰匙圈 我們的巧克球教練是 全世界的巧克球執行長 他送給我們每一個人的一個紀念禮物 大致上是這樣 那如果只能選三樣帶出門 然後回應是什麼 哇 三樣 帶出門那還是運動 去運動 什麼運動 你去訓練 請留下一件衣服 水好像可以現場滿 先省略好了 不然只能帶三樣太少了 毛巾一定要 毛巾一定要 插汗 然後 現階段的我 護懷一定要 對 然後 我就夾使它是陰天 所以 墨巾先不用 對 然後 按摩槍吧 按摩槍就是 舒緩很重要 所以我帶毛巾 布懷跟 筋膜槍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到底下留言 我都會看喔 L的小兵也會看喔 趕快一起來報名L Run 一起風格路跑吧